香港房屋土地的问题在回归以来呢 每一任特首都信誓旦旦的要解决 从董建华时期的八万五 到现在这个林郑特首的 这个明日大鱼运景计划 甚至有香港人是提出这个 这个跪山脑的这个计划 那我觉得其实都在各行各业 在想办法 可是为什么这个退不动呢 其实就跟香港的这个管制结构 还有地产商对本地这个利益 跟政策的垄断是有关系的 那中央决心去 以爱国者治港来重构管制体系 就是要打破这个地产霸权 在中央有力的监督跟推动之下 香港的住房问题呢 应当会以一种这个合法有序 这个比较体现一国两制优势的方式 得到解决 香港的住房问题呢 可能主要的责任还在 香港本地要去解决 因为香港本地这个公屋的计划 香港有大量的这个郊野公园 还有一些政府所控制的 可以经过这个环保技术改良 释放出来的这个工地 那么公共的这个土地 都可以增加房屋的这个供应 所以呢这个有横产者有横心 让每一个香港人呢 都能够或者从市场上买房 或者从公屋体系里面 然后有期待的 并且能够有保障的 这个轮后这个公屋 政府在这方面 更多在公屋政策上 公屋计划上 做出这个增加公屋的供应 同时在房地产市场调控上 那么这个增加调控的这个力度 跟这个政策的这样一个精准度 社会这个生存这个问题不解决 将来这个怨气 累积多年又会再爆发 所以这些事情也不可以拖得太久 总的有个开始 困难是困难的 总的有个开始 政府来讲 我们香港不是没有土地 香港现在开发的土地 只有8分之24 四分之一左右 还有8分之43 还是没有开发的 我们叫什么教育公园 等等这些东西 你怕什么环保的分子呢 你为什么不去开发 这个教育公园的边陲地带 这些地方你拿8分之2 8分之3的土地出来 一定可以解决 香港现在的这个住房的问题 快来订阅通识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